大家好,我是梦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赚钱的项目 就是咸鱼的爆款玩法 月入万家 那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门槛 第二个就是咸鱼用户的一个分析 第三个就是一些具体的操作手法 第四个就是一些爆款产品的一些经验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门槛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门槛 其实这个一些互联网项目 这个门槛越低的话 它的竞争就越大 就越不容易赚到钱 所以说这个门槛是决定了一个项目 是否赚钱的关键因素 那这个门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准入门槛 前期需要一定的积累 需要付出很多的一个时间和精力来打磨 但是如果后期的话就比较赚钱了 门槛越低的话就越不容易赚到钱 虽然说赚钱的项目基本上都能用一句话能够讲清楚 很多人对于简单的技巧也能下手操作 但是就是执行力这块往往决定了一个 是不是高准入门槛的项目的重大因素 所以我们要完赚一个项目 首先这个准入门槛 这个执行力一定要到位 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完赚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用户的一个分析 其实在闲逾上赚钱的人相当多 就是一个月赚几万十几万的也大有人在 你去看一下就是他里面的产品的话 就会发现好多那种低调的大脑在闲逾赚钱 现在闲逾的用户呢就是说也是有个一亿多 接两亿啊这种规模 他是就是萌宝的一个缩小版 那很多用户呢就会去那个淘宝啊 收一个产品然后收了之后呢 他还会到这个闲逾来搜索 他还会比较就是淘宝和闲逾两边的价格 看一下能不能简陋 这是用户的一个购物属性 他们呢就是想花最少的钱 然后呢买到全新的产品 那其实大部分人呢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把80%的嫌疑卖家都拦在了门外 那剩余20%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呢就可以很好的赚钱 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下他们的一个操作手法 看懂的人的话都可以马上去操作赚钱了 首先呢我们这个产品呢要有一个定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操作手法 操作手法呢我们首先要进行那个 产品的一个定位 我们来就以这个面膜来举一下例子 我在闲鱼上就是搜索了一下这个面膜的卖家呀 就很多呢他的都卖的非常不错 你看这个的话 他有1555个人想要 浏览的话也是13000多的浏览 这个呢我就觉得一个小图 因为担心啊就是说 结了很大一个整体的图上来呢 这一平台要发布 又不会通过 经常给我判说是营销 做是广告 所以说这个很头痛 他的这个价卖下来就是 37块多钱 你看他卖的话 至少是卖了 这个几千单的还是中 我然后我去这个阿里巴巴上搜了一下 这同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啊 他的价格的话是15块钱 如果你拿50套以上的话就15块钱 你3到9套的话也才16块钱 这个利润的话也是有一半以上 就是利润的话是一个22块钱 这个呢所以说我们就是利用的一个货源的一个信息差 因为好多人其实都是不知道阿里巴巴上有这么便宜的东西 即使他知道呢他也懒得去在上面去逛 只能去在上面买 他就觉得在闲鱼上买会减到便宜 这实际上呢这个还有比他更便宜的 就说我们定位好产品之后啊接下来呢就是一个上架引流 上架引流呢我们就说第一要收集好这个文案 文案呢我们就模仿通行就行了那些卖得好的前面的几家 我们把它的那些文案图片全部拿过来 然后进行一个杂交组合 优化一下就成了我们的文案 然后我们推广的话可以就是说采用这个微客推广 就是说我们前期的话可以找一些微客合作 给我们来增加就是说一些想要 比如说我们来刷个100个想要200个想要 然后呢我们的自然流量就会起来 第三点呢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下这鱼塘的糖组合作 那种鱼塘呢就是说大于1000个人的那种鱼塘 就是适合我们这个产品的那种鱼塘呢我们去找糖组合作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这样操作之后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报单哈 我们就说在工作制的晚上6点擦亮宝贝 如果是周末节假制的话就上午9点擦亮宝贝 大部分产品呢都容易排到前面 之后就能够获取更多的一些闲鱼流量 我我们这时候一个号做好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小号 就同样的产品设置其实就是说 75 80 90就是全新包邮 不同的产品展示图片 覆盖这个面膜的流量 就做好这个性价对比 我们可以与三个小号作为一组 就这么来进行一个测试 看一下效果 然后后期来好调整一下 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时候报个总结一下这报款那些经验 根据我的总结就是说那些日常用品啊或者是品牌 品牌产品但是价格低的 比较容易爆款爆单 然后呢就是说单价低的全新的产品啊 就是说99星啊95星以上的产品 这种比较容易爆单 然后可以根据人群来这个划分对比 就不同的产品适合 比如说是男性用户还是女性用户 那反正最途中呢就是要多做产品的价格对比 就是阿里巴巴上淘宝上 还有说包括现实市面上卖的价格做一个对比 才会是说有利可图 就追寻以上几个原则呀 找产品的方法就是非常容易出爆款单 就是说每单利润的话就是打几十块钱 一个月出个一千单以上 就是每个月的话 收入达到五万块钱以上的话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今天的分享的话就到这里 就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吐槽跟我留言 好谢谢大家